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鹿谷 今天呢我們要來玩一點新鹿谷物語 沒錯 然後呢 我們玩到了第七天 哪裡 好啦跟大家說一下 前面幾天 原本我有錄影 但是那個檔案 壞了 所以我沒辦法錄 不過沒關係 我們會用最快 最簡單的方式告訴大家 我這四天 痾痾 遺失的 消失的這四天做了什麼事情 好 我們先看個電視再說 壓壓金壓壓金 OK 明天全天會下雨 OK 這幾天我做了很多的事情 像是種了很多很多的菜啊 防蜂草我已經收成過了 然後收成過後 他跑出來的其他任務是 就是進階 就是說我可以去打造一個稻草人 還有我可以去建造一個鴨舍 對 然後我也去看過了 那他的錢其實需要蠻高的 Yup 然後這一個是 雜 用那些比較混種 混種的種子種出來的 然後這個是蜜豆 我沒記錯應該是蜜豆 然後這個是花椰菜 對 這都是我去市場買回來的哦 我這四天有釣魚有賺錢 然後 把他稍微 花了點錢 把他買回來就可以中了 那我們看一下信號 有人跟我說 你一直在舊社區活動 附近 溜達 你為什麼不看看我呢 我的房子就在森林裡的小湖的西邊 我也許可以給你關於一個滅 鼠滅的問題 巫師 跟大家說一下 這幾天 在第五天的時候呢 村長帶我去一個我永遠進不去的屋子裡面 然後裡面有很多很多的小老鼠 對 然後我沒有辦法 我覺得裡面超硬生的 然後我 路那邊的時候我還一直騎雞皮疙瘩 雖然看不到了 不過 你們應該感受得到 然後 我們現在就要去小湖的西邊 森林裡小湖的西邊 這是我那天 有釣魚 但是 禮拜六 那個他沒有上班 所以我沒有辦法賣 然後我把那個 神秘的石頭敲開了 裡面只是一個煤礦 我們拿個釣缸 我們先出發吧 我們要去森林的 西邊小屋 已經暫停營業了 什麼 我永遠出不去了 OK 我們可以過個山洞 我們等一下應該就到森林了 這裡好危險喔 不要不要不要 回去回去回去 不要 然後這幾天呢 我還做了什麼事情 我找 我終於找到鐵匠 他住的地方是在哪裡了 然後呢 然後 我們去建造基社的話 我們要花4000塊 然後還有300塊木頭 跟100塊石頭 這個是哪裡 這是哪裡 是他嗎 是他嗎 絕佳的風險也是我最喜歡的 味地之機 豬門也都很喜歡了 他賣一些東西 杏仁 這個也種橡樹 這個是薯餅 那個鸚鸚鵡螺 古老是 三葵 玉鼠 玉鼠螺 軟泥肥料 OK 這是誰 他怎麼在那賣東西 是豬嗎 好像不是他啦 我要去西邊 喔是這一間嗎 喔 酷 他長長的 長長一棟 希望是這一間 希望我沒有走錯 我們剛剛 走了好大一段路啊 啊請進 請進 法師 啊請進 我是 拉斯莫迪斯 神秘真理的追求者 聯繫現實和漫想的魔戒 七種嚴肅的主人 OK 反正就是 你應該明白了 各種稱號的人 至於你 我早就遇見你的到來 講屁話 我要給你看一樣東西 看哪 喔 我們在那個 舊房子裡面 有看到這個綠色的 那是史萊姆的怪物 你曾經見過一次對吧 他們自稱 祝你嘛 神秘的精靈出於某種原因 拒絕和我說話 OK 他花邊不見了 我不清楚 他們為什麼要搬進 社區活動中心 但是我沒有理由 你沒有理由害怕他們 走 你找到一個 寫著我一隻語言的金色卷軸 真有意思啊 你留在這兒 我要親自去看一看 我馬上會回來的 真的會魔法耶 欸猛耶 我以為他要教我怎麼戰鬥 結果沒有 太快了吧 我找到筆記了 這個語言很難懂 但是我能破解他 我們祝你萌 很高興能幫助你作為回報 我們想要鼓中的禮物 如果你是和能生靈融為一體的人 那你就能看到這個卷軸 我當時的樣子啊 呃 和森林融為一體的人 這是什麼意思 啊哈 啊 過來 是說我嗎 我的大鍋滾著各種森林裡的素材 絕草 苔藓 什麼的 香菇你聞到了嗎 喝下去 讓森林的精髓融入你的身體 哈 會死吧 好綠喔 完蛋了 我要死了 謝謝大家 太綠了啦 What What's going on 你得到的森林的魔力 現在你能讀懂 珠尼摩卷軸真正的含義了 就這樣 他不叫我戰鬥嗎 到底誰會叫我戰鬥啊 有時我會偷偷觀察村民 我還真想找一個人來當我的學徒 最後一天我會離開這個軀殼 我對於 奧術的研究一定要傳真下去 這根書耶 偷看他的書 沒什麼東西耶 你在做什麼 我只允許我信念的那些人進來這裡 我也可以偷大的東西 那我們今天就來先 砍點東西好了 我們就收起來 匪衝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先 準備好我們的斧頭 稿子 來砍點東西好了 把這一袋再清開一點好了 好啦那我稍微把這邊稍微淨空了一下 然後踩了很多很多的木頭 然後還拿到一些種子 然後有跟我說這個小樹可以先不要急著砍他 他以後會長大 然後我們會蠻圈木頭的 所以我就把它留著 然後我們先把東西稍微整理一下 我們剛剛踩到了各式各樣的東西 我們現在多少木頭啊 265然後100顆石頭 其實資源也沒有到很多 我們先來做一個東西好了 還記得我們可以做稻草人了嗎 對 我們需要50根木頭 1根煤 1根20個雜草 50根木頭 哇 哇這樣會耗費那個耶 我們的 不過沒關係我們先做好了 喔 煤啊 煤啊 不是石頭啊 煤啊 煤啊 然後會越來越多的東西解鎖 就可以去做他了 OK 我們先做一個稻草人吧 讓物質自己更新 看他送我什麼好了 耶 隨著你的經驗增長 你會發現有很多配方 用於增加收入感 稻草人 總之就是跟我說稻草人可以防別人去吃他啦 哇 我們稻草人要放哪裡 我還沒碰見過烏鴉 就把它放在這裡吧 這以後可以拿起來嗎 可以嗎 可以可以 NICE 太棒了 YES OK 哇已經6點了耶 太晚了吧 我們是不是該睡了 我們今天沒什麼體力了 好吧 那我們就等著收成吧 我想趕快賺錢啦 今天禮拜天 然後 我們明天去鎮上 看可不可以買一些種子 然後 順便釣點魚好了 把我們釣到的魚先賣掉 哈囉 大家好 我們現在來到了 盛錄谷的第八天啦 就是 美好的星期一 今天呢 是個下大雨的日子 雨非常非常大 我怎麼還沒洗 點著好了 然後呢 我們今天的工作室 這些東西先抽起來 我們先去釣點魚 把魚給拿起來之後 我要拿去賣 這是什麼 蜂樹種子 我們先把這些種一種好了 二 三 哎呀 挖到黏土 怎麼放不下去 這個種子怎麼放不下去 哪里 這個怎麼放不下去 哎 這我按錯鍵嗎 我們先把這兩個放回去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什麼啊 它好像可以種出樹耶 我放這邊好了 這邊種一點樹好了 我是種樹的小伙子 我砍樹又種樹 有沒有 這厲害 不過那些樹不知道多久才會長大耶 好 我們去 釣個魚吧 嗨 我根本就不認識你 你為什麼要和我說話 好兇哦 誒 這是什麼東西 蛤 我撿到一隻蛤 媽的蛤 那你拿來做什麼 這個是牡蠣嗎 長得超像牡蠣的 真的是牡蠣耶 這是不是點火 哇 不行 OK 釣魚人生 START 好的我剛剛花了一點時間 釣了大概1 2 3 4 5 6 7 8 9 條魚吧 然後我現在 來 把它給賣了 我看可以賺多少錢 然後 它在這邊呢 有 有賣 其他的魚肝 我這邊是竹竿 然後它這邊賣的這個也是竹竿 這邊有差嗎 它有賣這個 比較厲害的 1800 用在 玻璃纖維棒 OK 那它應該就是比較強的釣竿 它有釣了耶 喔 這個是要配合釣耳的耶 好啦 那我們先把這些東西給賣掉好了 欸這可以賣100塊 200塊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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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殼賣了好了 火力也賣好了 我現在是個缺錢的年代 我現在是個沒錢的小夥子 我只能自力更生 好好的賣點東西賺賺錢 我想說現在還早 我們再繼續釣一些魚好了 好 我這邊又在 花了一點時間釣了一些魚 我看今天可不可以因為 賺魚然後就賺到1000塊 有沒有辦法 欸 破錢了 太省了 魚乾萬歲 我是說釣魚的魚乾萬歲 然後這些垃圾我等一下都把它丟了 可可可樂可以喝啦 然後這是海草 然後這一個是 這個是破舊的什麼 破存的眼鏡 這是煤炭 這是海草 這是可可可樂 海草其實也可以吃 然後煤炭是剛剛釣魚的時候有個小遊戲 就是有個箱子 然後你停了在上面的時候它跑出來的 現在大概是下午4點20分 我想說現在有時間我想要去一趟活動中心 因為昨天這個法師已經讓我學會了看清楚他們的文字 我想我今天可以去調查一下 看裡面有些什麼東西 OK來啊 這間非常陰森的地方 很奇怪喔 應該在這邊才對 綠綠的 春季 春季尋覓結束 這是什麼 海草 山葵、黃水仙、匪蔥跟蒲公衣 獎勵是大橋修復 喔 我把山葵、黃水仙、匪蔥跟蒲公衣放進來之後 它會幫我把大橋給修復 神秘的力量耶 野外採招包 採摘包 冬季飼料 因為我們現在是春季喔 所以春季應該是這個 黃水仙我有了 匪蔥我也有 山葵和蒲公衣 我要回去找一下山葵跟蒲公衣 這是什麼神秘的力量 山葵跟蒲公衣嗎 路過一下商店 我們來買一些種子 回家 沒賣了喔 沒賣嗎 他不賣我東西了 我來一堆地方 可是你不賣我啊 然後這個地方應該是可以買那個背包 就是我可以升級成24格 然後要2000塊 我現在只有1000塊也不太夠 好吧 他不賣我種子我也沒辦法 你是誰 醫生 哈韋 我們診所出現一個 出售藥物多你類的可以來看看 當一個農民是非常勞累的 OK我回來了 我來看一下我找的 我們有黃水仙 然後我們有匪蔥 我們有山葵 我們沒有蒲公英 哇 山葵 哇我們缺少蒲公英 嘰嘰 好吧 沒辦法了 6點20了 我們先來採點東西好了 然後差不多就結束今天了 我們把體力消耗一下 然後 我們就可以睡覺了 OK晚上8點了 我稍微把東西整理一下了 然後我們可以去睡覺了 喔 8點囉 8點囉 快睡覺囉 睡覺睡覺 登登登登登 加1 釣魚功效 新合成背方釣 呃 我們釣魚升級了 喔 伐木 伐木斧功效 然後出現新的 配方是 荒野求生漢堡